乌军成功的突入了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 俄军现在可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要不要在自己的本土使用核武器呢 大家好,我是石涛 这些天,乌军在突入俄国境内之后 在库尔斯克地区可以说打的还算有声有色 那么当然了,俄军方面现在也开始从各地调兵遣将 希望能把乌军给反推回去 那么无论如何 乌军这一次在库尔斯克采用的相当不错的保密的战术 并且集结重兵突入达到了之前 他们想要在别的方向上牵制俄军的一个效果 而俄军目前也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兵力的紧张 如果要回防库尔斯克 那么势必在其他的战线上 特别是赫尔松等等吃紧的方向上 需要减少投入的兵力 那么进一步有可能与乌克兰的战线的局势就要被打破 因此有人就认为乌军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 在如此兵力宝贵的情况下选择突入俄罗斯 是为了在可能即将到来的俄乌谈判之中 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那么反过来看 俄军如果想要快速的打赢乌克兰 似乎必须要出一点霹雳雷霆的手段 因此外网最近就开始讨论一个可能的选项 俄军会不会在库尔斯克使用核武器呢 那么大家要注意在自己的国家的领土上使用核武器 其实在这个定义上或者说在国际法理上 反而是一种使用核武器相对容易的条件 特别是俄军如果选择使用千吨级 或者不到万吨的这种战术核武器 恐怕他们所面临的这个舆论的压力会更小 毕竟从任何一个卫面来说 突入到库尔斯克的这个乌克兰军队 确实也算是入侵到俄罗斯本土的军队 那么俄罗斯利用核武器来进行自卫反击 不但是符合国际法的这个相关的要求 甚至也符合俄罗斯之前发出的种种的威胁 但这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 俄罗斯如果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核武器 是不是对自己的国民的不负责任呢 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像类似于库尔斯克这样的地方 其实确实是一个地广人稀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只要合理的避开这个居民点啊 这个选择引爆的位置 那么实际上这个战术核武器 似乎是可以作为一种这个反击的武器来使用的 而俄罗斯的这个武备库里面呢 也一直有类似适用的武器 那么实际上呢 前几年还有消息啊 说是俄罗斯在包括对北约的相关的军事前线 甚至是在远东地区的某些前线上呢 还依然部署有千吨级的这个核地雷的这么一个装置 那么这种核地雷呢 通过遥控来引爆 可以实现的在几百米范围内的剧烈的杀伤 但是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种核武器 它一般的不会是热核武器 也就是我们说的氢弹啊 主要呢 还是更加原始的原子弹 那么这呢 自然就有这个核污染 核沾染 放射性辐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呢 这恐怕是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 使用核武器最大的心理障碍 毕竟啊 真的要是爆一颗核弹在自己的领土上 那未来呢 这一片地方恐怕也是无人区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这种心理压力呢 恐怕俄罗斯当局呢 也要掂量掂量 而更重要的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就使用核武器呢 其实无形之中呢 是降低了全世界啊 特别是这些有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门槛 而俄罗斯如果真的如此使用核武器呢 那么可能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 它对其他北约国家的核威胁 也就是说呢 如果北约国家真的啊 染指俄罗斯本土 那么俄罗斯可能会毫不犹豫的使用核武器 但反过来 俄罗斯是否会在 例如乌东四周 克里米亚 以及其他的乌克兰领土上使用核武器呢 这现在还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话题 当然了 话说回来 无论如何啊 这个抽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一场战争呢 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不可思议 那么现在呢 似乎啊 本土使用核弹都成为了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 核战争是打不得的一种战争形态 一旦开始了核战争 恐怕就会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场战争 而这也正是俄罗斯当局目前需要认真思考的 要对全人类负责的一个关键的决策 大家对这新话的友谈 欢迎在屏幕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